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 房舟生存進化北歐群島的地腿 這個顏色怎麼那麼奇怪 黃色的這樣 總共也知道我們上次拿到的火焰飛龍的蛋 它其實孵化也不會太久了好不好 所以就等了一下之後 然後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把它完全給孵化出來了 我們就先把火焰飛龍給它點開來一下 所以我們的小型的火焰飛龍終於就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要留痕在他身上是吧 他現在還不屬於我對不對 那就代表說我可以給他點下去 那就要給他取一個名字了 先就不管了吧 就不管他取什麼名字了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發運進度就是這樣子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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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慢的在增加 他的血量是在減少還是在增加當中 他也沒有肚子餓 為什麼看起來血量好像有的時候會變少呢 總之他的飽食度是有在下降當中的 先讓他跟著我來看看 然後他的飽食度的話呢 記得沒錯的話 現在反正他的階段就是只能夠喝飛龍奶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久 那飛龍奶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一個代理奶媽 對不對 我們的三角龍代理奶媽 他是要不要過來 他好像是有要過來的意思 哇 他爬過我們的那一個風力發電機過來 爬的速度相當的緩慢 畢竟他現在還很小隻 來我們的代理奶媽 那代理奶媽這一邊的話呢 他身上我是有去拿了一些鹽巴 然後還有硫磺 然後合成變成防腐鹽 放在他身上的話 又可以再增加這個飛龍奶 在他身上可以放更久 但是不管怎麼說呢 其實也就是兩個多小時 那他餓了的話 就是只能餵飛龍奶 那飛龍奶就這樣子了 很快他就會爛掉了 而且我也要省點時間 在這邊等他 如果真的用這種 這樣子等他成長的話 會等太久 所以我現在還是直接去 讓他的發育進度能夠快一點 其實也沒有做非常的慢 到現在也已經1%多了 其實不知不覺 有沒有 也已經1%多了 那不管怎麼說呢 省點時間吧 我們就先去把發育的進度 讓他變快一點 然後看看他增長變快的樣子 是的 所以我們就使用一個50倍的成長速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隨著他這個發育的% 越大有沒有 他很顯然 他的體型也是 就這樣子一直在慢慢的變大當中 嘿嘿嘿 好像還蠻厲害的有沒有 可怕的樣子 就這樣子出來了 哇但是呢 有沒有 火龍超級帥的樣子 可是他現在還是屬於一個 幼仔的部分 所以他那個前面的名字 隨著他發育進度到某個%的話 名字會變的吧 過50%名字怎麼要改了吧 青年過了50%之後呢 他變成了一個青年了 可是他現在 哇大家看他已經 身上的傷痕開始出現了 畢竟他現在血量的最大值呢 已經不知道是到了哪邊了 他不會顯示他現在這個階段 血量最大值到哪邊 所以他血量最大值應該是到了 讓他會身上出現傷痕的程度了吧 哈哈 總之我們這邊呢 有一隻這一個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血消啊 就來這邊呢 順便來幫他回個血吧 反正也是在等他的發育嘛 然後就順便幫他 會不會阻止他 完全不會阻礙他的發育有沒有 把他給冷凍起來了 也完全不會阻礙他的發育 OK 好啦 所以看起來 我們很順利的發育進度100% 發育到最大了之後呢 他還會在那個哄叫一下 但是外型的部分 外型的部分看起來反正都差不多是這樣嘛 就是變得比較大隻了一點 那我們先把他的血量呢 先回到全滿好了 那看起來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那血量都已經回到了7000了 然後他 欸 拜託你飛一下 他怎麼有點懶懶散散的感覺 欸 他還在跟隨我當中啊 所以他就會直接就飛起來了 那這種飛龍呢 不需要用鞍對不對 好啦 我們等終於讓他下來了 所以我們先飛上來一下 欸不是飛上來 我算是飛上來 好像也沒有錯 可以看見他 哇 龍的鱗片 哇塞 這個鱗片有點厲害啊 這個畫面 我的天啊 好像有點可怕的樣子 我們先看他一般的攻擊 116 173 173 173 就大概是173 好像不太夠用的樣子 不是好像 他是完全不夠用 173 還蠻低的 這樣子目前看起來是還蠻低的 不過殺了剛剛這兩隻 又收了一些肉之後呢 現在可以升5點 217 所以我們只要繞了434 434的話呢 就是可以變成兩倍 那我們應該是第一個目標 讓他變成兩倍吧 434對不對 加一次好像才加9%左右而已 到434要到什麼時候啊 我還想要加一點他的血量 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還是可以來測試一下 各式各樣的能力值吧 所以 大風吹 大風吹了沒什麼用對不對 大風吹就這樣把他吹走了而已 重點是吐火 吐火傷害呢 目前看來是67哦 67 加這個近戰傷害 好像對他的吐火傷害 也是有一點幫助的嘛 我們可以再加一下哦 但是從67嘛 剛剛看這個吐的時候 他可以吐到水裡面去嗎 他如果可以吐到水裡面去的話 那是怎樣 直接把他 還真的是可以就對了 那這個 我看一下 他這個風 他這個風可以吹倒這個樹吧 看起來 他不單單是吹倒樹而已 他還可以把樹的 資源給收 收起來 他可以收樹的資源 那這也代表什麼 他的重量會增加的還蠻大的 那近戰傷害好像 所以他重量有沒有 他重量只有632而已 這個很需要給他加一下 耐力剛剛看的 看起來也是有需要稍微加一下的 我聽到加的東西好像還蠻多的 近戰傷害還是再多加一下好了 不管怎麼說 先加近戰傷害就對了 然後我們再去 好好的 我們找一些等級比較高 或者是那種 哇 他其實飛的時候有沒有 他的操控來說沒有到那麼的好 他轉彎半徑也算是比較大的 我們來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雷龍如果這樣吐火下去的話 74 繼續吐繼續吐 74 看起來加傷害 對他的吐火是有幫助的 那那些6060 就是他著火了之後 會一直對他造成的傷害 就是著火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他的吐火 真的是還蠻可怕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再加一下 有了剛好434 那到這邊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就是跟一開始 是有到一個 double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金那個生命值可以加多少 加將近500左右的樣子吧 所以看起來他的生命值呢 加到 看要加到多少 8000還是多少 哇150等啊 這個不打一下怎麼行 打一下打一下 哇耐力的部分好少啊 所以我們稍微點一下 哦 鞍四獸都在眼前好 所以我們先加一下耐力的部分 對787 就好像加的也不是太多欸 那能夠加到將近1000 好吧 也不錯了 也不錯了 所以我們直接吐 這隻為什麼已經掉那麼多血 我們吐火好了 哦吼吼吼吼 直接把他給吐死了 這個傷害呢 看起來相當的不錯欸 這個吐火的話 我們就慢慢的走進 然後靠近他一下 然後用力的吐個火 100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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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快要死掉了 不過我們試著加一下 他的重量來看一下嗎 重量呢 給他加一下632 變成657哦 多了25而已呢 他加重量好像也不是太好啊 整體來說 他的數字 他的數據呢 加了 好像也不會增加太多的感覺 那我們先吐火一下就對了 先不管了 吐火就對了 吐火還是最帥的 不過他血量看起來都有在掉 沒有而且掉了其實還蠻多的 他被打的話呢 傷害好像也蠻高的 畢竟他沒有穿任何的護甲什麼的 那個鞍的話呢 可能是個護甲吧 對不對 算是個護甲 那他沒有 所以我加3點在這邊 剛好可以到1萬 欸果然果然 那他到1萬吧 先到1萬好了 好吧 所以接下來我看東西都加了差不多的話 之後他就瘋狂的去加傷害就OK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去挑戰BOSS的話呢 看來就是一定會需要大量的 生物先過去挑戰了吧 如果說要大量的話 我現在也沒幾隻啦 但 我認為 我這幾隻要挑戰 接下來要去挑戰的這一隻的話呢 應該問題不會太大了才對 那我就 反正就是先帶一些東西吧 會需要帶這麼多嗎 好像就帶著吧 我是有點重了就是了 然後再來就是他了 所以接下來要去製作一些冷凍艙 多製作一些 先看一下我們要帶幾隻去好了 我們要帶的呢 反正一定會有 就是羽暴龍第一個 對吧 羽暴龍 然後還有兩隻霸王龍 然後一個兇齒溪 所以是什麼 1234 然後還有 騎著他飛過去 所以5隻 但是我們只需要4個冷凍艙 對這樣看起來 我們只需要4個冷凍艙 那我原本就已經有了一個了 所以接下來冷凍艙 只要再製作3個就可以了 很好 所以要製作這個低溫艙的話 剛剛說多少 來這3個吧 可以製作的出3個嗎 應該可以吧 OK沒問題 我們就先製作出3個低溫艙 剛出來很好 再來我們只要傳送回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的羽暴龍呢 先把他給裝起來一下 呵呵 今天的話呢 就來去挑戰一下 那一隻超大的蜜蜂吧 所以他的東西呢 會稍微留下來 也沒有什麼重要的 大概就是這個 戰利品之類的 還有這個 其他的不是說特別的重要 肉可能需要稍微拿一些 但是不用拿太多 其實 再來是我們的 機械暴龍壽事的 他是一定要出去的 他是超級主力 然後是我們的 胸齒溪在這裡 胸齒溪也先把他給裝起來一下 再來就是這一隻 等級稍微低一點 不過他現在可以升級了 那就加一下他的傷害吧 也不是加太多 但是 有加總比沒加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他給裝起來吧 那就通通的全部都裝起來了 那他的話呢 在飛的時候看起來 好像耐力的消耗 目前看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快 不過他飛行速度 是不是超快的就是了 有可能 那總之我們要飛到的地方 好像是我的 我的食指或我的中指 蓋住的地方 那邊的話會有一個洞 進去的話就是可以去打 那一個BOSS 那隻大蜜蜂BOSS 然後我們要飛到我們的 食指或中指 蓋住的地方 所以要直接的飛進去 然後看地圖就已經沒啥用了 畢竟我已經 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反正是在食指或中指裡面 所以我們稍微的 往下面飛一下 看看到最邊邊的地方 然後 洞在這裡 馬上找到了 很好 我們終於找到了這個洞了 有終於嗎 沒有 一飛過來就找到了 那這邊有了誰 什麼東西呢 都先全部咬死再說了 我發現他的耐力 真的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他是不是做任何事情 耐力的消耗量都還蠻大的 恢復速度 看起來還行啦 恢復速度很好 恢復速度非常的快速這樣 那總之我們就要進到這個洞裡面去 那在遇到那個BOSS之前 我相信 路上還是會有一些 果然沒有錯 110等太難去把 410等巨型兵移 先吐個火再說了 哇塞 大家看 Oh my god 剛剛那個吐火 但這裡面的等級都是 極度高的啊 恐熊260等有沒有 太誇張了吧 先吐個火 他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邊來著 先吐個火吧 燒到恐熊260等了 再燒一下我150等了 先咬死 哇打我一下 200點傷害 249點傷害 有點凶 Oh my god 這裡的恐熊超凶 我的天 那邊還有那麼高的地方 有的一些巨脈蜻蜓 等下會不會來找我麻煩 希望是不會 反正他們現在好像沒有要過來的意思 我們繼續往前 還有他可以升級了 一進來有沒有 打掉那些等級超高的 又可以升不超級 那就 近戰傷害吧 好 那之後呢 我們都加近戰傷害 他已經升到200級了 不錯不錯不錯 繼續往前 對我這種洞裡面 難道都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那個嗎 那個符文的嗎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毛皮我大概是 可能暫時不太需要了吧 那毛皮又特別重 所以丟掉 丟掉就可以了 恐熊有 蜘蛛255等的 恐熊255等的 我們拉近一點看 然後呢 他是不是要過來 他不會主動打我嗎 喔這邊真的 我看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先吃一下符文 先讓我吃個符文 Yes 吃到符文了 吃到符文的話 欸 他不會打我 其實 那邊的蜘蛛 怎麼好像突然死掉了 總之我們就來挑戰這個 喔蜘蛛來了 那恐熊的話 就趕緊先打掉一下 吃到符文 喔 他剛剛馬上吃了旁邊的屍體啊 喔天啊 好兇啊 欸 這 這恐熊太兇了一點吧 等級真的太高了 這恐熊 我居然已經掉了 4000點的血量了 伸到5等上去啦 那就是 反正就是 近戰傷害先加一加了 所以我們差不多 可以開始準備 安排一下 我們的這個陣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召喚boss的地方 是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們 反正先把東西先擺好嗎 先點開來 然後呢 把我們的這一個呢 放進去一下 等一下再把他叫出來 兇齒吸呢 大概也就是先丟到後面的吧 然後兇齒吸呢 也不能讓他去打 畢竟他衝上去 可能也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反正他主要是要用來醫療的嘛 然後我們有大量的肉呢 可能就先塞到兇齒吸身上去吧 雖然他大概也來不及吃這麼多啦 可以再來我們的羽暴龍也是稍微後面一點吧 他不用放太前面 羽暴龍也是稍微後面一點 再來就是我們的霸王龍啦 去吧霸王龍 先放到那個前面去 畢竟那個boss大概 大概會在這邊直接出現吧 然後就直接跟他們會打起來 我猜 哈哈 所以可能就是先放在這裡 那沒有等級可以塞一些些肉到他們身上就可以了啦 那看來也最好不要離太近會比較好吧 最好不要離太近 所以也出來一下 畢竟他出來我也不太確定了 他不會這麼剛好在這上面吧 而是可能會過來一點點 哇那可能讓他們稍微後退一點會好一點 這個一定要控制好啊 這個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讓他稍微後退一點點 差不多到這邊有足夠多的距離就好了吧 再把他的鞍移到另外一隻的身上 很好差不多這樣的距離吧 然後我們的 雨暴龍在後面的話就是可以當作 輔助的 他也可以衝上去啊 他可以哄叫一聲之後就直接衝上去了 打開物品來 然後直接把他給叫出去了 叫出來啊 不是叫出去啊 叫出來 所以他的話我們先騎上來 先哄叫一下 哄一下 哎哎哎哎 我們的火龍好像並沒有被哄到的樣子啊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他的話呢還好 總之我的大蜜蜂的出來了 沒有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立刻的給他打上去 他會招一些小蜜蜂出來啊 那我們看吐火能不能吐得到他好了 有有有有看到一些傷害 所以有吐到他 那他就遠程遠程這樣吐一下吧 然後大概只能看得到翅膀 所以我們這個呢先關掉一下好了 對對對在這邊在這邊這樣看就對了 沒有錯沒有錯 那這個boss呢很快的血量呢一直不斷的掉下去啊 那重點是我們的凶齒吸好像在那一個方向是不是 我們的凶齒吸 喔在這邊在這邊 我們的凶齒吸沒什麼問題喔 那我會需要 讓他回血嗎 讓我的這些 好像不太需要吼 大家看我們這個傷害啊 這個傷害好像看來完全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直接衝上去喔 他的血量已經掉三分之一了耶 我們就在這邊嗎 多少打一下多少打一下多少打一下 然後呢就可以先退了 先可以先退了 畢竟他的血量沒有那麼多 喔 他也要停下來休息了 他也累了 然後我們也就下來一下吧 我們的凶齒吸呢 我們就乾脆我們 就他的自動治療呢開起來一下 騎近一點 不過最麻煩的是他會飛啊 他會到處跑 到處跑最麻煩了 欸然後呢他升級了耶 所以我們盡量的再加他的近戰傷害一下 吐火開燒 吐火 呵呵呵 這個傷害呢看著就相當的厲害了 當然他一直在吐毒欸 他一直在吐毒到我這個飛龍的身上 好像有點有點危險的樣子 但其他隻我覺得問題不會太大 重點就是他會到處亂飛而已 不過其實都還好欸 我覺得 他真的算是 好像是算是最簡單 比較簡單的一個BOSS了吧 當然最簡單的呢 莫過於我們上次對不對 我 好像我不講武德一樣 卡位置然後跟他打的那一顆 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無法卡位置啊 我們靠近一點吧 那我們就自己自己點一下吧 所以可以看見這一隻大蜜蜂的話呢 血量已經掉這麼多啦 那我們再把這個點開來看一下我們的 其他的 生物的狀況吧 其實真要說起來 好像沒什麼危險欸 我的 我的恐龍好像都沒什麼危險這樣子欸 可以可以可以 那繼續吐繼續吐 繼續吐他就對了 很好 這個吐呢真的是相當了不起的一招欸 厲害厲害 要吐得到就是了 有的時候還真的會吐不到有沒有 102x102x102x102 呵呵呵 欸高傷害這個 真的是高傷害 直接把他給吐死了欸 是被機械暴龍獸給打死的 呵呵最後 總之呢 我們就可以過來這邊看一下 那這一隻蜜蜂的話呢 身上會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蜜蜂的話呢 會有這一些能量元素有沒有 30個 當然還有就是我們 打掉他的這一個證明啊 就是他的這一個神器喔 再來就是一個 複合弓在這裡 呃其他的話喔 電鋸啊 火焰噴射器是吧 再來是赤面龍的鞍啊 蛤赤面龍 這個我應該不太需要了吧 即西的鞍喔 反正我們有什麼就拿什麼吧 對不對 這個雞啦 有沒有 我們這邊的戰力呢 居然足夠 來這邊把他給打掉了 雖然說他真的是超簡單的一隻就是了吧 那他的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他的食物已經掉了非常多啦 不過還沒有到非常非常多呢 一半左右 那他們的血量的話呢 他們的血量我們要來看一下了吧 所以他掉了多少血啊 他是 站在前線有沒有 我其實已經掉了快要一半了 所以我們的機械暴龍獸給了他最後一集的話 那我們的機械暴龍獸不知道升了多少等級喔 不過他之前已經升了夠多等級就是了啦 機械暴龍獸只升了一集而已喔 哈哈 並不多 但是這樣看起來的話呢 那要嘛我們的接下來要打BOSS 生物可能要再多一點 不然的話就是他的生命只要再加 可是再加的話也加不了多少 所以生物呢可能要多一點 當然會比較好吧 那就先把他們全部都先收回來吧 畢竟呢我想要好好的看一下 我想要好好的看一下這一隻 他長的樣子啊 這邊怎麼還有一個 剛剛這邊怎麼還有一個血條在這邊的樣子 一個顯示錯誤 哈哈哈哈 那這一隻的話呢 這一隻大蜜蜂 這裡面也是很暗啊 所以很難看得見他的完整的樣貌吧 不過他是死在了這裡喔 看一下能不能夠 跳上去還是幹嘛的 然後到他的正面去看 喔可以耶 在這邊稍微看到他的上面的樣子喔 不過 哈哈哈哈 他這個主要就是復原 看起來還蠻噁心的 哇他這個 有沒有他這邊 哇長了這麼多的刺 看起來真的是蠻可怕的樣子 可以啦 所以成功的飛回來啦 那今天我們的最大工程呢 就是這一些啦 哈哈 一個一個把他們再丟出來一下 那每次呢 丟出來都一定要先拉一坨屎就對了 哇回來 甚至他們 他們他們剛剛的東西都還在耶 其實那我就拿回來一下 我操縱了 剛好就是可以丟到他身上去了 好了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就把這一隻火龍呢 直接丟上實戰喔 然後我這邊其實沒有多少隻生物啊 就打這一個最簡單的Boss 算是超簡單的Boss呢 綽綽有餘啊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方舟生存進化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